8度左右 其实是很冷的 我现在又出来跟我的狗狗们一起玩玩耍 我的狗狗们现在已经5个星期了 美国法律规定8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卖 但不可以说卖 如果你要收养一只狗狗呢 有什么法律是特别要注意的 所以呢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聊 分享一下在美国要收养一只狗狗的基本的事项 在美国狗狗是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是不可以贩卖的 这跟我们在国内的人口不可以贩卖的道理是一样的 美国在各个州的对狗狗的法律不尽相同 但都一致认为贩卖的动物必须是来自动物收容所的 来自为养者的呢 一般都会说是为狗狗找个新家的领养费用 而法律也规定呢 一定要超过8个星期 确保狗狗呢能够自主进食 所以呢要登广告也一定要在8星期以后 在广告上呢就一定千万要记得 只说帮狗狗找新家的领养费 这样呢才不会触犯法律 要不然呢被罚呢至少也500元以上的 即使呢偷布在6个星期的时候就开始做广告呢 也只能说在8星期以后才可以领养 我老公说他不想惹麻烦 所以我们不会那么做 还有就是你在登广告的时候 一定要登在社区的地方 不能够登在售卖的栏目里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美国法律规定呢 狗狗呢在他出生的6个月以后呢 就要开始打预防针 每个月呢打一针 一共是打三针 所以呢狗狗在被领养之前呢 一般都会帮他们打上一针的 有很多州呢 他们有法律规定领养三个月后呢 就要帮狗狗上牌照 牌照费各个州都不同 一般都是在10元至50元左右吧 这个费用呢不是很贵 牌照费不是很贵 但是呢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狗狗 自己的狗狗一定要看好 因为呢 如果狗狗出去咬人了 有人受到伤害 那个打起诉讼来呢 那个诉讼费啊 赔赏费什么的 真的是分分钟让你赔不起的 所以一定要千万千万要注意看好自己的狗狗 好了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 那你们就在下面留言 那我知道吧 还有就是在中国领养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有人知道的话呢 也留言告诉我一下 好吧 谢谢你们收看 我现在就会看到这个狗狗狗的狗狗狗的狗狗狗狗的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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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